10萬粉絲募集成功 再次感謝大家 不過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呢 我們會延後舉辦 我們的10萬粉絲見面會 不用擔心 越晚越精彩 我會端出最精彩的 10萬粉絲見面會 分享給大家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防疫不出門 用濫化滋潤酒靈魂 來 大家好 我是林一峰 在家讀書呢 就是最好的防疫 當然讀書別忘了配合喝好的酒 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夥說 怎麼樣在家裡面 防疫的時候 讀什麼樣好的書 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時代 大家都不喜歡讀那種文字太多了 讀了之後 腦子都會 暈頭轉向啊 不如我們看點漫畫吧 我們今天幫大家準備了幾本 非常非常精彩的漫畫 然後談的都跟酒有關係 大家可以在家裡面一邊防疫 一邊看漫畫 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一本書呢 叫做 和歌子酒 來 和歌子酒就是一個 好可愛的小女生 她到了每家餐廳的時候 都會開始一邊吃一些美味的食物 一邊搭著一些適合這些食物的酒 這一定要跟大夥說一下 我有認識一些朋友 愛酒成吃 然後呢 他們喝酒只專注在酒上面 對於吃東西其實不是那麼在乎 這其實是很可惜的 當然我也認識一些吃飯的朋友 他們只吃飯卻不搭酒 哎呀我不要喝酒 然後專門吃美食卻不喝酒 這其實也沒有不好 但其實覺得很可惜 因為我們都知道 好的食物跟酒的搭配 是1加1等於4 是加倍的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懂得更好的餐酒搭的時候啊 人生的品味覺得 絕對是一大的增進的 所以呢這本書是教大家 怎麼樣子喝酒跟餐的搭配 那這畫得真的很好 用很簡單的線條讓別人覺得 那個每一種酒 每一種食物 甚至只是一種小吃 路邊攤的小吃 都讓人覺得十足美味 而且酒呢 它裡面彈的酒也沒有彈那種 非常偉大的啦 什麼特別限量版啦 DRC啦 五大酒莊 沒有就是一些簡單的 也許可以加一點Highball啦 也許加一點燒皺 加一點冰塊 諸如此類簡單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大家 建議喔 除了你一邊看的時候 會肚子一邊餓之外的缺點之外啊 它可以讓你學到很多 原來品味是存在生活的一小部分呢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第二本書 第二本那個漫畫叫做 世酒師 我很喜歡這個漫畫 談的是有關於葡萄酒的漫畫 比較熟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除了有威士忌職杯大師的頭銜之外 我也是白蘭蒂的火槍手勳章的得主 同時我也是葡萄酒的騎士勳章的得主 所以我也自己非常非常熱愛葡萄酒的 那葡萄酒的漫畫其實是比威士忌多呢 因為其實喝葡萄酒的人很多 特別是在日本研究葡萄酒非常深入的人很多 我覺得世酒師是很難得坊間呢 在研究葡萄酒的漫畫裡面 不只是懂葡萄酒 而且也懂得漫畫娛樂讓人開心的一種 生活態度的一本漫畫 所以我非常推薦這個世酒師 那世酒師這個女主角本身 他在年輕的時候在小時候遇到一位長腿大叔 支助他讀書了 後來長腿大叔指定到他到一家很頂級的餐廳 那裡去做飾酒的動作 從此之後開啟了他對人生境遇的這種不同的思維 因為其實酒要跟人接觸的 酒絕對不是單獨而存在的 世間沒有絕對最好最壞的酒 而是這支酒跟人碰觸了之後 與人產生什麼樣的共鳴 這才是這酒最珍貴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第三本作品 叫神之拿 好的如果你是個葡萄酒愛好者 你根本不需要我的介紹 你就知道神之拿這本書 這本書很簡單 就是在日本一個很有名的葡萄酒收藏家去世了 他有一個完全不懂葡萄酒的兒子 以及他有一個葡萄酒大師專家的一個義子 然後他為了要將他的去世之後 他所收藏的所有最頂級的葡萄酒傳承下去的時候 他必須要由他兒子跟義子兩個人大PK 尋找十二使徒 誰最贏誰就拿走遺產 所以這非常非常精彩 然後這個神之拿這個漫畫 也在葡萄酒圈子裡面掀起了軒然大波 很多人都會特別找這樣的葡萄酒來喝 然後我記得幾年前的時候 日本不只是漫畫 他們也拍了一部連續劇 真人演出的連續劇 來介紹這個神之拿這本書 然後我還記得他的最後一個使徒 是一個很特殊的做有機種植自然動力 一個波爾多一個小的很小的村莊 我記得那個電視劇剛出來的時候 最後揭露了那個第十二使徒的時候 一堆人狂追那支酒 從那支酒原來的只有三四百塊錢台幣左右 一路追到三四千塊錢台幣 那不過有時候 因為葡萄酒的選擇實在太困難了 有時候像神之拿這樣漫畫 或者某一些大師或專家 清點某一支酒很厲害 他就水漲船高了 不過我們每一個人啊 這個都應該建立屬於自己的十二使徒 這才是喝葡萄酒的真諦 愛上葡萄酒 讓自己的味覺跟嗅覺敏銳 成為自己的主宰 而不是讓自己的嗅覺跟味覺 成為別人的殖民地呢 接下來呢介紹呢第四部 就是沒錯 神之拿的最終章 什麼叫神之拿最終章 因為之前的神之拿 就是那十二使徒的兩強對決 他們後來發現 其實真正葡萄酒的精神 不是九跟九的對決而已 而是酒跟食物的搭配 所以神之拿的最終章 就開始連載了有關於這個 酒跟食物搭配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除了剛剛的和歌子酒裡面 談有關於葡萄酒款跟食物搭配 這個裡面談了很多有關於葡萄酒 跟食物搭配 我有一些朋友啊 每次去吃法國菜的時候 都會帶那種天價的 夢幻異品的葡萄酒來喝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很可惜的 因為有時候酒過分的強悍 它適合獨立來喝 其實並不太適合搭餐呢 到底誰是主誰是副 誰是主角誰是配角呢 所以其實這本神之拿的最終章 也非常推薦大家來看 最後呢推薦的第五本小說 就是我剛剛正在閱讀的這本 叫做王牌酒寶Bartender 這個啊我剛剛好看到的這一頁是很有意思 它談的是一個很簡單的調酒 叫威士忌加水 在這個時代啊 我覺得越來越多很厲害的調酒師慢慢出爐了 有很多的比賽啦 冠軍啦 其實全世界有非常多年輕人 願意投入調酒師這個職業 並且以身為一個調酒師為榮 這一點我感覺非常開心 我以前年輕剛開始開酒吧的時候 大家覺得 哎呀調酒師就是那種那個 還沒當兵之前混日子的工作 卻沒有想到現在調酒師一種時尚呢 調酒師也是一種很值得驕傲 而且調酒師現在跟一些最頂級的廚師是一樣的 他們一樣要用的最高深的技法 技巧去從事調酒的工作 不過這裡呢 我看到的東西是讓我更感動的 因為威士忌加水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可是其實裡面包含了更多的是什麼東西呢 其中有一段呢我想念給大家聽 他說呢 BAR是支壓 Tender是溫柔 所以Bartender調酒師這個名詞呢 就是溫柔的支壓 其實呢一個好的Bartender 他不是只是會用最厲害的技巧 然後最厲害的炫技 讓你覺得哇哦這個調酒很厲害 而且他只是告訴你說 其實你可以到了這個Bar 坐上這個Bar的時候 你可以將你的疲憊的靈魂 寄放在Bar台上 而Bartender會安慰你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Bartender的意思呢 所以這本王牌酒保很好看的呢 我也推薦你看 不過老樣子 我們也要來喝一杯酒 所以我剛剛看到這個王牌酒保的威士忌加水 讓我也忍不住很想喝一杯威士忌加水 在那個王牌酒保那本書裡面威士忌加水 他們是用那個Famous Goose 威雀的最基本款 然後呢加到老冰 因為老冰不會那麼快溶水出來 然後他達到了冰鎮的作用 再加了一點水了之後 將威士忌的香氣跟口感的層次提攝出來 所以你要喝了威士忌加水 其實一點都不會覺得口感弱化 反而香氣跟口感的層次站出來之後 可是他卻沒有酒精的刺激感 讓你覺得就如同他這個書裡面所說的 當一個辛苦工作的人 然後在外面奔波回到家或回到飯店 用那種強烈的酒精或煙來麻痺自己的時候 像這種如此乾淨純粹 又能夠有飽足香氣的威士忌加水 方能撫慰人心 來我們一起來看看 林老師怎麼撫慰自己的人心啊 好的好的 我沒有Famous Goose 那剛好我又找到一次我自己很喜歡的 百靈潭的17年 百靈潭這是17年 他在Ginmory Whiskey Bible裡面拿到很多次的最高分了 我也準備了一杯由老冰做的這個冰塊 不過我們剛剛在講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是有一點點 我把水倒掉好了 來我們先加呢 一份的威士忌 我自己呢 不太喜歡像日本人的 Mitsuwali的那種 加了很多很多水的東西 所以我喜歡的是 加水大概是1比1的狀態 它就可以把這個威士忌的香味提攝出來 然後我們再做輕微的攪拌 讓水呢 跟威士忌融合在一起 哇你看到沒有 冰鎮之後的威士忌看起來如此的迷人啊 我喝喝看 我必須老實說 林老師飽到未老啊 那個很漂亮的 百靈胎17年所帶有的煙燻味竟然被拉出來了 好飽滿的口感 太棒了 太棒了 真的是極端撫慰人心靈了好久 有一些老饕說 我喝威士忌都喝醇的 我不加冰塊 我也不加水 沒有想到 加冰塊跟加水的威士忌 可以如此的撫慰人心呢 在防疫期間 你的身體的健康顧好了 心靈的健康顧好了沒